你们太给面子了 今天我跟大家讲清楚 到了很多很多的货 今天我都说了 你看到没有 这地上都是苹果笔记本 今天呢 大家给面子的原因就是 我说过这些面 基本上是没有了 今天到的这些货 新到的这个箱子 进度过来看一下 今天我给大家到了这些型号 我好好地给大家中理一下清楚 因为这些机器全部都是崩盘了 到了这么多货呢 很多人就觉得这些型号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过来看一下 拉了一车 今天到的有M1 M2 M3 各种一样的内存 来 这台是8加512G的 然后这台是M2 8加256G的 然后这边还有好多M2的 这种是星光色 这种是灰色 刚才讲清楚 这些货源都是非常非常的OK 首先我们拿出出这台来看一下 M16加512 档口这边基本上电池的话 通电都都在两位数左右 然后电子基本上有很多100的 这个没进系统 我们再找一个有进系统的吧 刚拿回来的 OK这个进系统的 兄弟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拿的都是漂漂亮亮的 这也是一台16加256G的 这种定制版的后面也很少 通电73 电子要有1排 外观基本上也是比较漂漂亮亮的 有成型以上应该是OK的 我们再接着拿一台金色的过来 这边的话是8加512G的 8加512跟8加256的话 兄弟们跟他讲 其实一般就差500块钱左右 大家不要走进一个误区 然后这台的话 循环87次 电下有100的也是很OK的 我们再找台8加256G的来 来 兄弟们来看一下 8加256G 然后这台的话电池也是100的 基本上我们拿的是第一手后面 香港过来第一手后面 到了我们这里 电池基本上全都是100的 哎呀太爽了 太厉害了 这种机型我跟他讲清楚一下 基本上是可以用10多个小时以上的 英特尔的笔记本能达到这个高度吗 达不到 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电池100的256G 然后那边是8具的 系统报告给大家看一下 电池充电87次也是100的 然后屏幕的话都是嘎嘎亮的 像今次的外观比较 它的颜色稍微轻一点点 都能达到95星以上的标准 太耐死了 我这边有个灰色的256G 再来看一下 像这边从香港那边过来的 这些上面我是可以清理的 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有什么渣的 这都是次要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机器 哎这个机器没电 兄弟们再来看一下M2吧 一台两台三台M2的话 我们这边到的基本上也是在95星 98星99星的一个外观 像95星的话 对比M1他们指向他到1500左右 我在视频里面有讲个看到没有 8加256G 像这台的话是正儿八景的 可以说是9899星了 基本上就看不到什么瑕疵 这台的话 我给大家呈现一下它的厉害之处 2022款M2 8G 然后他这边的电池充电 仅仅的167次 电池要有100的 我们再看下一台灰色的M2 来这台8加256G的 再看一下1234充电58次电池要有100的 看到没有13.6寸的这个带刘海平的 外观基本上都是很ok的了 这个是9成以上吧 这一台吧 好了兄弟们像这些机器的话 我会从这边刚到来的后整理一下 这些行情的话 基本上大家也清楚 像在我们这边的机器一分钱一分货 屏幕差的就是外观差的 更屏幕好的电池高的 基本上是他两三百块钱 大家就不用怀疑我这里的价格了 因为我在华箱本是有档口的 这些后面的话是从乡哥那边过来的 活着到档口老马都在华箱本 我们这边最主要是做线下的 当了华箱本的档口老马 也是我们的合伙商 然后这些机器基本上有二三十台 这边的话 改天我出了一期视频 把这些机器再摆到这里面来 相信大家相信我的实力 华箱本搞苹果笔记本 我这边是最在行的 当下来说我很少做一些英特尔的笔记本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英特尔的笔记本大家都知道电池缺航能力差 性能又打不够M1 英特尔的笔记本最后的一款的话 大家都知道拿来做设计 剩下一款2019款A2141了 这款目前在市场上还有一点能打得实力 其他的这种M1M23的话 基本上你们必严选啊 用过五年八年十年他没有毛病 M1M2M3他可以装微软的虚拟系统 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用惯了苹果系统 像这种微软的虚拟机 你就远离他真的用惯了苹果笔记本的话 像这些M1的然后英特尔的处理器 你基本上就很少去用它了 本期视频就暂时的讲解在这里 这些型号的话 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 可以写在评论上 我们互相探探探探探 有没有你喜欢的 如果这个视频 对于你选的这些机器有帮助的话 是帮我点个赞 你的生活很沉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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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